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刘联盟又将接受怎样的考验 为了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各国又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久经战乱的中国是在分裂中继续厮杀 还是会出现短暂的和平呢 赤壁之战后 曹操退回许多 对孙刘两家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 当时的关中诸将只是表面上归附汉士 为了巩固后方 结出后顾之忧 曹操以讨伐盘踞汉中的张禄为由 向关中进兵 这一行动立即遭到了以韩岁马超为首的关中军阀的武装抵抗 曹操遂以中央的名义对他们进行征讨 从建安十六年及公元二百一十一年 由中游夏侯渊挺进关中开始 至建安二十年 寒遂生死 马超败走 曹操基本平定汉中 但为什么曹操没能顺势从汉中入义州 再由益州东下一局统一天下呢 原来当时的河坚郡也就是经河北线线东南 突然爆发了农民旗 迫使曹操不得不先回石中原 准备在平息叛乱之后 在入定汉中 谁曾想 刘备却抓住机会 抢先夺取了义州 巴蜀的地方势力 与外来的刘章集团历来矛盾重重 他们希望借外力推翻刘章的统治 于是 以张松为代表的地方派 向刘章进演 借刘备之兵 抵抗汉中五斗米道张鲁的扩张 刘备进入义州后 刘章拨给刘备许多物资 帮助刘备攻打张鲁 但是刘备抵达加盟 也就是进四川广元之后就不再前进 停住一年之久 刘章拨破对方的企图后 立即处死张松 断绝和刘备的联系 刘备则回师 连下福县 连主 洛城 进而围住成都 诸葛亮也率张飞 赵云由水道杀入义州 与刘备会师成都 刘章见识不妙 只得县城投降 但刘备对义州的控制很不稳固 恰在此时 荆州方面又出变故 同自己结盟的孙权 见刘备全取一州 便要求归还荆州 并于建安二十年下 出兵夺取长沙 惠阳 003郡 并要求关羽 让出南郡 刘备得到消息 立即赶赴公安 同孙权交涉 而此时 曹操正好进兵汉州 刘备唯恐义州有失 同意中分荆州 同时 孙权也答应刘备攻击汉州之时 向曹魏占据的河北进攻 配合刘备 曹操正好进攻击汉州 可称得上益州咽喉 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率主力撤出汉州 刘备随即发动攻势 战至建安二十四年 刘备进局定军山 部将皇忠斩杀魏将夏侯渊 曹操随即赶往南郑 将汉州的所有部队围掉管中 将比喻刘备的战线后裔 之所以曹操不在汉州同刘备周选 是因为关于此时 正从江陵抽兵 进扰湘 凡 孙权也一度配合蜀军 进攻河北 如果执意争夺汉州 极有可能在军事上 造成极大的不利 那么回师中原的曹操 如何解除正面战场的威胁呢 在司马懿和蒋记的劝说下 曹操利用孙刘之间 引荆州归属问题而引发的矛盾 主动向孙权示好 许哥江南以封权 而江东集团内部 早已有人建议 全取荆州 独具长江天险 收到曹操的消息后 孙权全无后顾之忧 表示愿意偷袭关羽 曹操马上派人转告 凡城被为将士 并开始策划反共 不久 吕蒙偷袭得手 斩杀关羽 江东集团 全取长江天险 曹操解除相反之威胁 而对刘备来说 失去了荆州 此后只能出秦川北伐 诸葛亮龙中队制定的两路前击计划 自此流产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 建相反之威胁 曹操回石洛阳 一月二十三日病死 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 禁决未亡 建安二十四年 刘备夺取汉中之后 自称汉中王 向曹操发难 表明自己汉室宗亲的身份 而汉高祖刘邦始风之地 就是汉中 其中的含义不言而语 曹操临死前数月 孙权还曾劝他做皇帝 群臣也向他敬言 但曹操回答 若天命在无 无为周文王矣 暗示就算时机成熟 自己也不会当皇帝 而是让后辈去做 果不其然 曹操于正月死去 其子曹丕十月 便代汉称帝 该国号为魏 定都洛阳 而刘备得知消息后 立即称帝 国号汉 宇宣室即汉史正统 史称蜀汉 定都成都 成帝后的刘备 没有先出兵讨伐 篡夺汉史江山的曹魏 而是挥兵东向 征讨西沙关羽 强夺荆州的孙权 公元二百二十一年 刘备亲率大军东进 吴国孙权 派陆讯为大都督 率军五万迎战 蜀军出战告解 陆讯分析敌我双方形势 于是大胆撤退 诱敌深入 集中兵力 后发制人 待蜀军疲惫不堪之际 巧用火攻 一举打败蜀军 而蜀军方面 刘备轻敌冒进 放弃有利地心 进驻大军不力 展开作战的山中 同时又在丛林中 安营扎寨 给吴军以机会 最后被陆讯火烧连营 蜀军几乎全军覆灭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夷陵之战 夷陵之战 是吴蜀两国 形成了势力的均衡 同时 吴蜀联盟 又与魏国保持了军事 所以此后数十年间 魏蜀无三国的版图 基本保持不变 所以说 夷陵之战 为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奠定了基础 公元222年 孙权守卫封 为吴王 至此 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 相对弱小的蜀国和吴国 为什么能与强大的魏国 分庭抗礼 形成鼎足之势呢 蜀国的发展 主要得以于 诸葛亮采取了 西河诸荣 南府一月 外劫孙权 内修政治的正确策略 夷陵之战 蜀国惨败 刘备忧愤而死 无数成为仇敌 但是 诸葛亮 以大局为重 还是坚持双方 重修旧好 用以抵抗强大的魏国 另外 另外就是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征服 蜀汉所距一周 虽是卧夜千里天赋之国 但是要动员十万以上的大军 同魏国长期对抗 仍然是很困难的 而此时 居住在其西南的少数民族部落 并不向其纳税 服役 刘备死前 岳西高定举兵称榜 赃科太守 朱包不受调遣 义州郡 雍凯 杀太守正昂 结交东吴 同时雍凯 还拉拢同郡的梦火 散布谣言 挑拨民族关系 诸葛亮秉政之后 趁着同东吴修好的机会 举兵难尽 一方面 是为了解除北伐的后顾之忧 另一方面 则是为了获取南中的资源 补充兵援 为蜀汉扩充军事力量 公元225年春 诸葛亮南征 令马中为脏科太守 率天军平定当地的叛乱 马中顺利平定叛乱 并消灭朱包 令李徽由平移攻向建宁郡 李徽在昆明打败敌军 然后率军南至盘江 东街张科郡 从而与马中军会合 另一方面 诸葛亮军在南行途中 雍凯已被高定部屈所杀 大军到达后 连战连胜 消灭高定 最后就剩下 收罗雍凯部将的梦获了 为了收服梦获 传说诸葛亮 七秦七纵梦获 并最终平定南中 南中平定以后 诸葛亮大量启用少数民族部落上层 借此稳定局势 并吸收一些人 去中央政府任职 其中 梦获官至御史忠诚 在获取物资兵源的同时 诸葛亮 也把中原的封建隶属关系 带到西南少数民族之中 平定南中 为蜀汉政权的北伐 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 蜀国 在诸葛亮的治理之下 实力日渐强大 那么东吴的情况 又如何呢 东吴的发展 一方面得益于中原人民的南前 另一方面 也通过对山岳的征讨 获得了大量人口 江南 已开始作为蛮黄之地 比较落后 并未得到开发 一直到东汉市 牛耕技术 才从黄河流域 传到长江流域 东汉末年 牧手混战 北方人民 避难渡江者 开始增多 他们带来了 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 同时也带来了 大量的劳动力 这对促进东吴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 在今天的晚南 浙西 江西 福建等地 有着大量被称为山岳的少数民族 他们一直过着村舍生活 东吴立国之后 为夺取村舍土地 使他们变成屯天土地上的隶属农民 强制山岳 服役纳税 于公元二百年 开始对其发动进攻 一直持续到公元二百三十七年结束 这一行动 使东吴掳掠了大量人口 补充了兵员和劳动力 使其得以在江淮一线 同曹魏长期对抗 正只有了无数两国对南方的开阀 使得三国之间实力基本均衡 所以 从公元二百二十年草坯代汉称币算起 直至公元二百八十年 东吴被灭 三族鼎立的局面 一直持续了六十年 从诸侯分裂割据 到三国顶立 兼并战争 虽然还在继续 但是三国的统治者 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 都比较重视 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从而 使中国历史的发展 朝着统一迈开了一大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